2024 新北電競爭霸戰總決賽 在5月4日到5月5日 在新北電競基地火熱展開 此次賽事將以熱門遊戲傳說對決 以及G9 Lit of Asis 展開激烈對決 總獎金高達17萬元 各位有時候看到一個客人在有機會 會成這樣不錯 看到各種各種小的產品 爆發的真話在裡面 尤其電競產業的話 這須不是快的 並不會讓人感到 所以不管是台北 活動產業 活動現況 都是我們 必須要幫助好的建設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我們要成立電競產業的總會 那電競也是各個業者的大人 他比賽 所以一個電競的這個產業 有一個總會 我們一起打他在一起 而且在一起其實 帶動新北競的電競 這才是 新的是我們 有股力量 可以讓我們進行去實現 本屆2024新北電競爭霸戰 不只比賽精彩 新北電競基地也特別加碼 在4月27日到5月12日 舉辦原創遊戲快賞活動 邀請台灣原創遊戲製作團隊 在現場展示 及體驗 讓熱愛電競的玩家們 體驗台灣原創遊戲的魅力 今年新北電競BUFF狂潮 我們總共有四個部分 包括我們的賽事舉辦 人才培育 還有以及我們最最重要的 電競產業聯盟總會的成立 主要是因為我們在新北境內 有超過6000家的ICT的設備廠商 那它所創造的銷售金額 也達到9500億元 那在過往 我們的遊戲漫畫的產業成長率 也高達115%的百分比 所以以這樣子來看 在今年非常的重中之重呢 就是我們新北電競 產業聯盟總會的成立 目前已經向我們的社會局 申請遞建 那未來會集結我們新北境內 這些所有的電競相關的廠商 來推動新北的電競產業 那在我們的BUFF狂潮 除了剛剛所談到的賽事 人才的培育呢 還有我們的活動的推廣 那因此結合這四項 未來我們在新北電競的產業 能夠更全面全方位的發展 新北市政府在2018年 成立新北電競基地 打造專業的電競交流平台 不只提供完善的場地與設備 也推出各種課程 培育電競人才 多年來成果卓著 成為電競運動及相關產業 提升與交流的重要平台